大家好欢迎来到善意讲床修我是善意 本期是油烟机和燃气灶的盘点 选购关键指标价格 最上面这几行都是和价格相关的 这个是单买烟机国补前的参考价 这个是单买造具国补前的参考价 你顺带提醒一下 即便是不参加国补 叠加plus优惠券之后 一般也会比这个价格更低 下面这个是套装的价格 如果不参加国补 大部分套装都会比单买更划算 当然也有个别套装的价格会比单买更贵 那这个呢我也标黑了 国家补贴 目前只能针对单独购买烟机 或者单独购买造具操作 绝大部分烟机造具都是一级能销产品 参加国补相当于打了八折 会比买套装更划算 红色底的这一行 我列出了参加国补单买烟机和造具 会比套装大概能省多少 您可以做个参考 也欢迎大家弹幕和评论交流 到手价互通有无 烟机类型 无垄烟测吸烟机 2007年我装房子的时候 这类油烟机开始展露头角 笔石 方泰 老板 帅康等当时的大牌 都还没有这类的产品 只有一些小厂在做 靠的就是现场演示炒辣椒来推销 我家买的第一台油烟机 就是这类产品 也是现场感受过炒辣椒后做的决定 它降低了戒烟口 当油烟不大的时候 可以避免油烟过脸 相比欧式和中式的顶期 算是划时代的进步 但是它依然有局限性 当油烟太大时 因为油烟向上升腾的动力比较大 所以可能会出现跑烟 针对这种跑烟 随后出现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增加冷烟板 变成油冷烟的侧息 另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顶部增加进烟口 也就是顶侧双席 冷烟侧息烟机 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半板开合的 另一种是整板开合的 我个人更喜欢整板开合的 对操作和视野的影响会小一些 相比无冷烟的侧息 增加冷烟板 解决了油烟大的时候 顶部跑烟的问题 但它同样也有局限性 无论是否带冷烟板 这类侧息烟机 都不能安装的太低 否则会影响大中午的摆放 而且虽然相比顶息来说 建烟口已经很低了 但是距离灶台还是不够近 如果装的高了 或者做饭的人各自爱 当油烟太大时 依然有可能有部分油烟跑出来 被人吸入 顶侧双吸 这类产品虽然很早就有了 但因为大厂不跟进 所以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最近几年 随着更多的品牌加入 产品才开始火起来 我一直都不觉得 顶侧双吸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因为增加顶部的进烟口 必然会让底部的吸力下降 而日常主要进烟 还是靠底部的进烟口 所以这种底部吸力的损失 有点可惜 不过它能被市场接受 自然还是有可取之处 首先它的造型为七字 可以为大蒸锅和大幅度的颠手 留更多的空间 其次没有冷烟板 也就不用担心冷烟板 是否会遮挡视线的问题 最后相比无冷烟侧吸 它有顶部的进烟口 可以解决油烟大石 顶部的跑烟问题 如果你担心的是上面的三个问题 那么顶侧双吸确实可以考虑 但如果你对大蒸锅 大幅电商也没有需求 那我还是更推荐你选择 带冷烟板的侧器 这里还有几个尺寸 宽度 表里面大部分的油烟机 宽度都是90厘米左右 个别不是的呢 我都标黄了 近深 这个主要关系到 是否能够平嵌无缝安装 一般近深是350毫米 肯定能平嵌安装 如果是350到400毫米 只要吊锅近深在400左右 也就是40厘米 也能平嵌安装 可见部分高度 也可以说是正面露出了多少 露出多其实没啥坏处 但是颜值的角度考量 露出多可能压迫感会比较强 没那么极简 当然这个与个人的审美有关 没瞅您自己判断 上眼儿的最低安装高度 一般都是在70到80厘米之间 如果要求的高度太大 那想要平嵌装到吊锅的底部 那就要求吊锅要做的特别高 当然如果是嵌入吊锅的内部 那也没问题 风量目前延期执行的国标是GB17713-2022 这里列了两个风量 一个是报酬党风量 一个是最大风量 报酬党在国标里被称为短时工作声速党 一般最多只能运行三分钟 然后就会自动降党 最大风量 这个是国标定义的 指的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最大档位下的风量 国标里的最大档位也叫最高转速党 也就是延期上一般标的强党 现在很多商家都愿意宣传报酬党的风量 但很少有商家会主动告知消费者 这个报酬党其实只能用三分钟 并且还会故意混淆国标的最大风量和报酬党的风量 不提日常能用的档位 风量到底是多少 其实日常用的话 用强档18立方每分钟足够了 噪音也没有那么大 能查到的日常档最大风量我都标出来了 供大家参考 有些实在查不出来了 我这里面就标黑了 工作风量也是国标里的一个指标 但是它的表征能力比较差 没啥参考的价值 所以我就标灰了 风压 没有配置直流变频风机的产品 最大镜压一般也就是400到500% 如果不存在公共烟道严重堵塞的情况 其实也够用了 但如果排烟阻力比较大 那就需要大风压来冲破阻力 目前的直流变频风机 风压都能达到900%以上 2000元以上的电影机基本上都有大风压 不分1500元以上的也有了 噪音 列了两个噪音 工作噪音和半销声式噪音 如果没有工作噪音 那用半销声式噪音也可以作为参考 但如果有了工作噪音 还是工作噪音更有参考价值 它是模拟真实厨房环境 直接测出来的噪音 更接近你真实使用的噪音情况 国贝要求 非爆炒档下 工作噪音不能超过72分贝 因为这是一个实测值 不像半销声式噪音那种是计算值 所以它的可操作空间相对小 我也不能说标注70分贝以上 实测都一定超不了 但是噪音肯定会很大 或者可以这么说 D9元机基本上就是风机加个壳子 基本不考虑降噪的问题 价格贵些的 才会开始卷降噪 噪音也才能更低一些 下面还有一些指标 有无挥手控制 有无滤网 有无自动清洗 有无WiFi功能等等 这些就比较直观了 我就不详细讲 后面有对应的产品 我会再帮大家分析 热门烟造盘点 28款 表上的产品一共有28款 其中有13款是新增的 L18盘点的时候 表上一共有30款 相当于砍掉了一半 热度已经下降了产品 当然有些被砍掉的 不见得不值得卖 我盘点的逻辑都是一以观之的 想了解那些款 也可以看我之前的盘点 单元机800到1200元 市面上有很多杂牌的油烟机 就三五百块钱 表格里没有 这些产品的数据 没有可参考性 质量也很不稳定 实测都没有价值 我也不建议大家 买这些低下杂牌 名气A308 这是一款宽度 只有70厘米的小油烟机 名气作为老板旗下的 子品牌 多少会比杂牌强一点 这款烟机没有楼烟版 如果油烟大 可能不太实用 另外工作噪音66分配 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噪音的数值 不是虚标的 那么日常的最大风量 可能就比较小 否则噪音不会到66这么低 整体来说 它不太适合油烟大的情况使用 更适合油烟少 且安装空间 比较狭小的情况使用 如果大家对小尺寸的 油烟机感兴趣 可以弹幕留言 我回头帮大家多找几款 再看中间这三款 小米侧系S1 万和DJ738 万加乐AJ4 这三款都是半板开合的 冷烟侧系烟机 尺寸 风量 风压 和噪声 这些数据也比较接近 属于谈不上有多好 但肯定能用的水平 其中小米侧系S1 支持WiFi联网 并且有烟灶联动 如果你偏爱这两个功能 可以考虑 不过小米这款配套的 造具是下进风 如果您家造具下方 橱柜的门没有开孔 可能会导致进气量不足 那就不太建议考虑了 还有一款美地的JR5S 这款价格不算便宜 依然没有冷烟版 而且它的噪音也不小 如果确定油烟不大 可以考虑 否则还是尽量选冷烟版的产品 单音机1200到2000元 表里共有10款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带冷烟的侧系烟机 有4款 另一类是不带冷烟的 7次型烟机 有6款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 前面这三款 海尔的MA2411 美地的J39 华地的170 这三款都是半板开盒 产品的近身也都比较大 做不了平欠 相对而言 海尔的这款性价比更高一些 单音机的价格不贵 搭配5.2千瓦的造具 总价也更低 相比上个价格的类似的款式 它的噪音会更小一些 大品牌售后也更有保障 华地这款170 唯一可取之处 就是它的宽度只有80厘米 目前主流烟机都是90厘米宽 安装受限的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这款 还剩一款美地的JA5 这是一款整版冷烟的侧系烟机 整体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它的功能以及参数类似的款 价位基本都在2000以上 支持平线安装 露出的部分不多 压迫感小 有直流变频大风压 爆炒的风量是24厘方 搭配的造具不算贵 而且还支持烟造联动 整体看下来还是挺超值的 再来看这六款顶侧双吸 相比带总烟的侧系烟机 它吸烟的效果不一定更好 主要是操作空间会更大 视线也不会受折挡 统帅的92D和万家乐的AK6 这两款的噪音都比较大 不是最佳的选择 万和的WL856 它可能有低价 大家可以蹲一下 从产品来说 各方面比较均衡 噪音不大 基础风量不小 搭配完造具也不算贵 名气A5580 这款也是低于1500元 为数不多的配备了 直流变频风机的产品 从这点来说 是比较超值的 但是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 它标称的工作噪音是66分贝 这个要么是虚标 要么就是基础风量太低了 第二 它宣传自己免清洗 既不支持自动清洗 也不支持手工拆洗 有点扯 不能说这款完全不值得买 但是我建议慎重一些吧 美的的DL5和海尔的C61 这两款无论是带烟机 还是带造具的套装 价格都比较接近 性能也比较强 选择的话 首先看哪个倒数价低 哪个低选哪 如果价格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偏爱烟灶联动和WiFi功能的话 可以考虑DL5 如果偏爱大风雅和热熔洗 可以考虑C61 整体来说 这两款的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 单烟机2000到2500元 这个价位大牌爆款云机 竞争比较激烈 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首选 按类型分 前四个都是整版开合浓烟测系烟机 其中老板D3S 方泰的10TA 和海尔的21U1 这三款近身都在35厘米左右 但华裔193这款近身是40厘米 除非吊棍也做40厘米左右 否则就会凸出一块 这四款里 老板和方泰 这两种品牌 连造具一起买的会比较贵一些 即便裹补完了 可能也要3000多 如果不是非老板和方泰不可 海尔的21U1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烟灶搭配下来只要2000多 烟机有热熔洗 并且造具也有定时功能 美的的AK5 Pro 这款被问到的比较多 它配置了高温蒸汽洗自清洁功能 蒸汽洗一直是美的的核心功能 110度的高温蒸汽冲洗 洗净率比较高 结构上它属于顶侧一体设计 但也有冷烟版 既保证露出的比较小 又能解决油烟过脸和跑烟的问题 并且近身是35厘米 可以实现齐平安装 有直流变平风机 1000帕最大惊讶 支持挥手控制 也支持烟灶联动 综合能力比较强 并且价格也不贵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华蒂这款236 也叫小飞1K6 它属于顶侧双吸 各方面素质还可以 只不过是价格有点贵 美的和海尔雷斯的款 刚才咱们看过 比它便宜的多 尤其是烟灶搭配一起买 和它差来的有1000多块钱 除非你非华蒂不可 否则我觉得这款就不用考虑 老版的小飞1第一 这款是带冷烟版的顶侧双吸 结构很独特 618的时候我点评过这款 我觉得3000多的价格太高了 果然双十一 它就出现了大幅的降价 即便有了这么大幅的降价 但是如果烟灶一起买 依然有点贵了 它这个冷烟版 其实形式大于本质 如果真的那么有用 那就没有必要 再加上顶这个顶吸了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 普通的顶侧双吸看就行 除了价格贵之外 它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 它这个基础风量有点太低了 这个价位16立方每分钟 还是有点拿不出手 第二 它这个工作噪音有点略大 70分贝 还是有点太高了 16立方就干出70分贝的噪音 那开25的爆炸档 人还能呆了吗 单烟机2500元以上 这个价位段 其实还有一些老板和方泰的高端烟机 不过整体销量一般 所以就被砍掉 感兴趣可以看我618那期的盘点 小米机软款建烟机S2和P1 关注度一直都比较高 站内相关的视频也比较多 从吸油烟的能力来说 我一直是比较认可 并且它自带PM2.5检测这种做法 我也认为是值得鼓励 并且希望行业能够普及的 速度比较快 容易吸入明火 可能导致火灾 精神灶在申请锡类产品 出现火灾事故之后 普遍都加装了明火检测 我也建议小米把明火检测装上 一旦检测到明火吸入 立即停止烟机和造具的工作 规避火灾的风险 最近有朋友也发了视频 家里的P1因为吸入了明火 导致监口侧面塑料出现了烧溶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塑料能被烧溶 那如果是油脂堆积被点燃 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容易吸入明火的问题之外 它的噪音也比较大 国标的上限就是72分贝 它就是72分贝 毕竟吸烟口小了 风速更快了 风噪大也是合理 即便不考虑防火的安全 从噪音的角度看 我觉得选购也要慎重 当然米粉不用理我 你就当我胡说就行了 华帝小飞迪IS36 这款属于无冷烟的顶侧一体 整体结构已经比较接近 传统的欧式顶袭了 它的近身比较短 只有38厘米 整个戒烟的位置 离人会略远一些 但因为没有冷烟版 所以想要完全杜绝油烟过脸 也比较难 如果平时炒菜不多 以包顿为主 可以考虑 但如果炒菜多 从油烟吸入的角度 这类就不太合适了 美帝的AK5MAX 这是一个新款 和AK5 PRO名字有点像 但结构不一样 AK5 PRO是顶侧一体 有冷烟版 但是AK5MAX 是无冷烟的顶侧双吸 从顶侧双吸的角度来说 它没啥硬生 基础风量是18厘方 够用 爆炒风量是26厘方 算是很强了 有直流变频风机 最大镜压1100% 也用了美帝比较强的高温蒸汽洗 110度的蒸汽软化油脂 自清洁的洗净率也比较高 顶部的近身是38.5厘米 吊棍近身在38厘米左右 就可以做到齐平安装 并且底部露出不到30厘米 看起来比较小小简约 搭配的造具 支持烟灶联动 整套价格看下来 相比老板 方态 华递 还是有优势的 方态V1 这个属于油龙烟版的顶侧仪体 和2000多的AK5 Pro比较像 但是单烟机就贵了2000多 加上造具之后 一共贵了3000多 确实有点奢侈 各方面和美帝的AK5 Pro 相比也没啥优势 可以说就是纯贵 并且这款V1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瑕疵 它的日常最大风量只有15厘方 虽然爆炒档是26厘方 但是这个26厘方只能工作3分钟 真正长期使用的 还是15厘方每分钟这档 风量有点小 老板的新品M2 它的结构比较有特点 有点像方态P0那种超薄机身 加整版冷烟 但是它的冷烟版结构有点不一样 这开启时会向上翘起 然后升高一段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低位的 超薄整版侧系烟机 相比上面咱们盘点过的 整版侧系烟机 它机身更薄 占地更小 和之前盘点过的华地X5那种相比 它冷烟版更高 流出的操作空间更大 但这里有个小问题 冷烟版打开的时候 前面有大蒸锅 可能有点大 需要打开冷烟版之后 再把大蒸锅放过来 当然要和尚冷烟版 也先的把大蒸锅拿走 此外 它日常这个最大风量 也只有16立方米分钟 有点低 这可能也是 它工作噪音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体来说 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了 想买的话可以等一等 应该能降到3000多 算那一提 它搭配这个造具还不错 同时支持防干烧和定时功能 如果想买高端造具 这款可以考虑一下 好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盘点稍后就来 别走远 求赞求逼 求转求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